大家好我是Jester 談到亞馬遜雨林各位會想到什麼 學生時期從課本應該知道亞馬遜雨林被稱為是地球之廢 也就代表它的雨林面積非常大 而且是事實上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地方之一 裡面有著許許多多的罕見 甚至是到現在都還沒有被發現的生物 也有著許多兇猛的生物 像是森蘭、食人魚、電蠻等 那談到地球上恐怖的魚類各位會想到什麼呢 我想不外乎是鯊魚、食人魚、虎魚等 尤其是電影中鯊魚給人的形象塑造了他恐怖的地位 那麼亞馬遜雨林中恐怖的魚類 除了前面所提到食人魚或電蠻外 還有兩種我認為是男性都一定要覺得更恐怖 而且要退避三色的魚類 因為他們專門攻擊男性的生殖器官 我想聽了是男性應該都會突然感覺下體一陣涼 今天要介紹的是兩種 亞馬遜雨林專門攻擊生殖器官的怪魚 感謝Surfshark提供研究經費 Surfshark是網路安全的絕佳守護者 它可以讓觀眾在網路世界更安全的瀏覽 避免一些隱私的資料被收集 另外像是YouTube或Netflix等串流平台 因為有國家區域的限定 在台灣原本是無法觀看的 但偏偏你又很想看這部劇或電影是怎麼辦 沒關係 透過Surfshark 就可以突破區域限制 去觀賞各國的電影或影集 而且Surfshark 沒有限制使用人數及裝置數 可說是一人註冊 全家享用 如果用不習慣 還可以30天內全額退款 把握機會 趕快點擊說明欄和字底留言的連結下載Surfshark 並輸入我的專屬折扣碼 JesterUMA 就能立即享有1.7折的優惠 一次訂過兩年 還加陣3個月的使用期 回到今天的主題 南美洲的亞馬遜地區 雖然被人稱為地球之廢 但實際上這裡可是人類金區 套用探險家們的一句話是 在這裡有許多生物都想殺死你 而且他們都有能力殺死你 即便它的體型不起眼 但千萬別小看任何生物 首先介紹第1種會鑽機的怪魚 你沒誤會 鑽機的意思就是這種魚 喜歡鑽入男性生殖器吸血 亞馬遜當地人稱它為牙籤魚 它的正式名稱是 捲虛寄生年 當地人稱就連食人魚都怕它 它因為體型小 外表看似人畜無害的透明小魚 但據說 它相當喜歡尿液的氣味 而且它會鑽進人類的生殖器官 用倒垢固定自己 吸食血液 甚至啃食組織 若不幸遭這種魚寄生 狀況嚴重時被侵入的宿主 得斷根才能保命 所以它又被稱為 藍色吸血鬼 聽到這邊 我相信是男生的朋友 一定覺得很不舒服 捲虛寄生年 屬於粘液的一種分支 分布於亞馬遜河流域 體長最長約5公分而已 屬於非常小的魚類 有著平滑且帶有粘液的表皮 身體是半透明狀 會寄生在大型魚類的腮蓋內吸血 它的特殊壁號 是喜歡尿液的氣味 只要在水中聞到味道 就會從尿道 轉入人類下體吸血 牙籤魚的腮部 生長著許多層數的疾刺 這些疾刺就像是倒垢一樣 會牢牢抓在人類的尿道內脆弱的皮膚上 這將使人類感到劇痛無比 想要結束這種痛苦 就只能動手術取出 如果侵入的時間太久 還可能得切除生殖器官保命 所以當地居民會避免在河水中 隨意打小便 下水前 還會用繃帶將生殖器緊緊纏住 防止重要部位被牙籤魚入侵 1997年 巴西一名男子尿道 遭牙籤魚鑽入 碧尿科醫生宣稱 他花了好幾個小時替患者動手術 才好不容易將已經死去的魚屍 從病患的陰莖中拉出 這案例也讓更多當地男性村民堅信 沒有做好十足的安全防護 絕對不能輕易下水 畢竟 誰都不想要命根子陪牠鑽進去 好的 介紹完第1種鑽雞魚後 接下來介紹第2種切蛋魚 據英國美的郵報 日前丹曼和瑞典間的26海下 出現一種約21公分長的食人魚 不過這種魚特別喜歡養人的高丸 因此被當地人俗稱切蛋魚 看他恐怖的牙齒就知道 不是好惹的角色 當地政府已經警告瑞典男性 禁止在池流域進行任何形式的裸泳 避免遭遇被閹割的慘劇 我想今天介紹的 不是鑽雞就是切蛋 真的對男性來說不是很舒服 切蛋魚的正式名稱為巨夫之禮 他的原生地區是在 草食性的魚類 但是自從被引進巴布亞辛吉內亞後 由於當地的食物來源虛少 他們為了生存 就轉為肉食性動物 而切蛋魚這個名稱 最早 是來自於美日遊泡的一篇報導 文中提到這種魚類 被巴布亞辛吉內亞當作經濟魚種引進後 變成了外來種 在異鄉泛濫 吃光了所在水域中的小魚和植物 導致所在水域的原生物種 都無法生存 在食物嚴重匱乏的情況下 發生過幾隻攻擊水中男人下體的事件 據新聞報導 2011年 巴布亞辛吉內亞 兩名男性漁民在湖中捕魚的時候 突然被魚類咬傷高丸 造成流血過多身亡 隨後當地政府 禁止在此河道流域內裸湧 避免成為魚類攻擊的目標 不僅僅在巴布亞辛吉內亞 2013年9月 英國媒體報導 一種類似食人魚 但喜歡咬男性私密部位的切蛋魚 僅限巴黎塞納河 任職於丹麥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卡爾表示 切蛋魚通常對人沒有危害 但是一旦被他咬傷 後果將會非常嚴重 他們是因為感到極度飢餓才會攻擊人 而高丸尺寸恰好能入他們的口 而且是人類不容易防備 且因為是柔軟組織 所以容易攻擊 所以才會針對這個部位下手 好的 以上兩種亞馬遜的怪魚 針對男性朋友來說 非常不友善 但實際上 真的有這麼恐怖嗎 首先是針對牙籤魚 到底會不會鑽入人類生殖器官 英國BBC曾經刊登一篇文章指出 在過去的數十年內 只有發生過一起有文獻的記載案例 就是前面所提到1997年巴西男子的事件 雖然動刀的醫師宣稱 花了好幾個小時 才將魚絲從病患的陰莖拉出 但外界對這起案例的真實性 持保留態度 生物許家斯巴德 曾在1999年拜訪這位醫師 在看過他保存當年手術取出的 牙籤魚標本認為 這條魚的體型太大 應該不太可能鑽入人類的尿道 加上醫師 宣稱他先剪斷了魚的脊椎骨 才將它拉出 但保存的標本 卻沒有見到任何類似的痕跡 另外 根據加拿大生物力學專家 伯特倫的說法 魚要是想要順著尿魚逆流而上 不只要游得比小便時的尿流流速還快 還得設法克服重力的影響 光是這點 就已經是不可能的任務 再者就算牙籤魚能夠逆流而上 他也必須完全待在尿液之中 光是尿液中的尿素 就足夠讓魚類退避散射 所以BBC的結論認為 從本質上來看 牙籤魚鑽入人類陰莖的傳說 基本上不可能實現 因為嚴重違反流體力學的定律 生物學家斯巴德 是致力於研究牙籤魚傳說的學者 他雖然對1997年這起案例持保留態度 但他也不敢全盤否定 這不可能發生 儘管當地人言之遭遭 強調在亞馬遜河裡小便時 就能實際感覺到牙籤魚的攻擊 但很可能是心理因素作祟 但斯巴德 將牙籤魚鑽入尿道發生的拘律 形容為 就像被鯊魚咬的同時 又剛好被閃電批中 基本上 就是比中樂透還難 至於切蛋魚的部分呢 巨腹之鯉 和食人魚 同屬於資鯉科 巨之鯉雅科 在世界上有廣泛的飼養是一種著名的經濟魚類 同時也是世界各地著名的外來物種 這種魚肉質鮮美營養豐富 而且由於耐滴養 食性雜 非常適合養殖食用 才會大量從亞馬遜地區 輸入到全世界各地 切蛋魚 其實是以植物為主的雜食性動物 與他們惡名昭彰的食人與親戚不同 牠們的牙齒 並不是鋒利的鋸齒狀 看起來 類似於人的舊齒 適合磨碎植物組織 至於改變食性的部分 根據南卡羅萊納大學生物科學系 2014年 《魚腥熱帶魚類學》上所發表的論文指出 巨腹之鯉在1994年 被引進星級內亞賽皮克河之後 造成當地原生魚類數量與種類大減 其原因是他被引入後 食性改變了 從原本與樹母果實為主 改為取食小型魚類 因此 引起當地主管機關與魚民的關切 但是查遍所有已知的研究報告 都沒有任何巨腹之鯉攻擊人類的案例 至於全面提到2011年的攻擊事件呢 消息的源頭 其實來自於動物星球頻道非常有名的節目 《河中巨怪》 那位釣變世界怪魚的主持人Jeremy 在2011年宣稱 他聽說巨腹之鯉會咬人蛋蛋 而且還造成兩人死亡 然後當年英國美日郵報 也就引述了這段說法 寫成了一篇驚悚的新聞 生物學家推論 就算 他真的攻擊人類的蛋蛋 那也只可能在食物缺乏 或者是受到驚嚇時才會傷人 然後可能是把人類的膏丸當作堅果了 才會成為切蛋的惡魔 不過 這也只是有可能的推測 發生的機率同樣比重樂透還低 好的 今天介紹了兩種專攻下題的魚 總結下來看 應該是知識水平尚未發大 比較原始部落的族人們 遺而傳而 只靠口耳相傳下的傳說 以及部分媒體 未經證實查證 而誇大的衛生物學報導 亞馬遜當地的向導也說 沒有聽說 或是真的碰到合理有魚 會去攻擊人類下體的事 於是這兩種怪魚 應該又是一起網路傳說 男性朋友們 應該可以鬆一口氣了 我是Jester 我們下次見 時尊敬